雲奶奶的活冰箱 雲奶奶的活冰箱 人家來說就是把 聚能跟居家做一個結合 利用水循環的熱性 讓植物可以免吃肥免澆水 都是自動化的 讓不擅長食災的人 也可以體會室內食災的樂趣 這個是我們的飼養箱 這個飼養箱主要是模擬我們的戶外 就是我們戶外的那個餘殖 然後我們飼養箱利用了一個馬達 就是瘦子馬達 讓我們沖水上來到我們的管載 以及我們的植物植栽的部分 那這個瘦子馬達會是過到一個 水流量的調節方法 顧名思義來講就是 我們會調節我們的水流量 以及我們的水壓大小 然後我們 過來之後會經過我們的SFT 營養陰魔技術通道 然後我們利用了紋絲理效應 讓我們的這個紋絲管裡面會 會產生有壓力差 因為壓力差就是我們的水會上升到我們的管載口 它這樣就可以讓我們的植物 可以瘋到吸到水 然後我們這個SFT 營養陰魔技術通道主要的目的是 讓我們的植物因為有根嘛 所以有根的話它會生入到我們的水管之中 所以生入到水管之中 它就可以過濾掉我們 像我們會抽水 抽水上來的時候我們一定會遇到石頭 所以我們可以在上面就可以先做 綠 綠材的動作 等於是有點像綠材的東西 然後我們到出來的時候 我們到我們的 這是我們的公水管 那公水管是我們公水系統 然後我們利用了發泡鍊石的 三種特性 第一個是我們的包水 跟綠水的效果 然後還有一個是我們的 最重要的就是消化菌 因為我們鱼石裡面會有消化菌的養成 所以我們它 注重上來的時候 發泡石裡面有小桶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發泡石上面裡面的小桶 滋養我們的消化菌 使我們的植物裡面會有更好的生長環境 然後我們利用的是 將植栽的水往低處流 就是水的效應就是 水會往低處流 那我們經過的綠材到我們的禁字箱 那經過綠材到到禁字箱 禁字箱的水正常來講就是乾淨的水 那到我們乾淨的水之後 會流回到我們的漁池裡面 就是做我們的飾養一下 那 這個整個水循環的部分裡面來講 我們只用到了一根馬達做水循環 但是我們這裡在禁字箱 也就是我們的生物過綠石 我們在這裡 我們把它做一個湊水馬達的動作 因為我們通常 我們是這裡是利用 有一定的高度的 也有一定的高度的時候 水才會往我們的水池流 那底部的水是不是很容易沒有 被抽到 所以我們就將用了一個生水馬達 將底部的水 抽回到我們的綠材上 這樣可以做一個 乾淨的水循環的動作 那我們到這裡 這個是我們的菇類養殖箱 那這個菇類養殖箱 我們有兩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煙霧器 以及我們的制冷器 那煙霧器是用 煙霧器是用我們的那個 超音波的震動片 震出我們的高分子的水物 然後我們在水裡面 我們會加入營養液 然後使得我們的營養液 可以到我們的菇類 那我們有兩樣好處 第一個是可以讓我們的菇類保濕 再來就是可以讓我們的菇類 有營養液的效果 讓我們的菇類促進它的生長 然後自冷器就當然就是在我們的菇箱裡面 會降低它的溫度 然後這一個 我們是利用我們的溫時速控制 假設我們今天溫度太低 太高的時候 我們會把 用自冷片把溫度降低 然後我們如果今天不夠濕的時候 或是養分不夠充足的時候 我們利用燈測的時候 我們讓它煙霧動作 然後可以使得我們的菇類生長環境更好 然後這是我們的視訊鏡頭 視訊鏡頭就是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我們今天如果沒有在我們的這個農場裡面的時候 我們一樣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目前植物 以及我們水管 我們的管栽植物 是否生長得良好 還是哪裡有不健全的狀況 然後我們利用的是 將我們的視訊鏡頭 傳回到我們的 樹莓派丟到我們的雲端上 那樹莓派會基於我們 儲存我們雲端上的資料 所以我們這邊也可以插我們的 所謂的USB 然後儲存 我們目前可能 因為 目前可能在雲端上看到 我們 視訊鏡頭裡面 所有的資料 那 因為我們假設我們今天在家 我們一定也想知道 我們現在農場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不可能整天都宰在這間農場裡面 或是蹲在這間農場裡面 睡覺或幹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在家裡面的時候 我們一樣可以拿出我們手機 看到我們的APP 然後我們就可以觀測到 我們現在目前 這樣子整個 植物的生長環境 然後看哪裡有需要維修 還是哪裡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即時的反應 然後 經過我們這兩個月的試驗 我們發現就是 我們在我們的水池裡面 確實出來之後 我們發現 安安是0.0GB 代表說我們的消化劇的 雅質是非常OK 是非常健全的 那 安安自然而然會 分解成的是我們的亞硝酸 那亞硝酸 亞硝酸目前是0.2ppm 那 這一個也是我們 植物有利於植物生長的環境 而這裡還有一樣東西 是我們的風扇 那這個風扇 是控制我們溫室裡面的溫度 假設我們今天溫度太高 可能讓它送風 然後抽風 讓它做一個 通風的狀況 然後可以讓它做訊號 然後我們這一個風扇 是做送風 這一個風扇是做超風的動作 我們今天用到顯示器 這兩個溫度 可以把下面我們這兩個 溫室裡面的溫度感測器 傳媒的溫度顯示在這裡 那LCD部分 是我們的濕度型模式 現在顯示的是 AZ模式 代表我們使用的是 加油電源 所以只有 太陽的板 儲存的電源 沒有這場運作 那濕度的部分 讓我們可以控制 就是底下香菇培育槍的濕度 來給香菇一個良好的自燈空間 那故障指示燈 是用來顯示 我們有什麼原電是這場運作 什麼原電是這場運作 什麼原電是這場運作 那上面我們用FJ的核心 用一個技術器 來做一個24小時的時間模擬 為了是讓24小時的時間 都可以控制植物的照明 讓植物在天後不佳的時候 還可以有 調好的光線 太陽能板的部分是 我們用太陽能板 去存電到電停 讓我們 就算是加油電源 斷掉的時候 也可以有一個自由電源來代替 謝謝大家